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 青春上海 老婆让人 健康 健康 你老是高瘦了 那个八十四的 八十四的 现在是我们得了 这个雨交水啊 陪土啊 风雨来了 我们还要多富裕 最后要赞同参天大赋 教育 无论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都不能注重分数 发现我们的教育政策的走向 就是越来越具有人性化 对于全国的孩子来讲 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 它帮助了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能够更好的去健康成长 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自主地学习 自主地成长 只要看到我们年轻人啊 这个健康 聪明 而且呢 都是那种啊 蒸蒸日上 正能量 我就高兴 这长江后浪费前浪 清初一览而胜一览 激发学生的学习人情 科研兴趣 让他们更好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这种冲动 发展是第一要物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在对大学生的引领和带动上面的话 我们要产学沿用 要做到深度的对接 带着他们在田间参加一些实践课堂 让孩子们对就业呀 对农业产业化呀 要从实践的角度 多一分了解 夺冠之后 我选择留校 继续开始 我的这个 技能人才这种传承的工作 让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一样 能够 继续站在这个世才的舞台上 人民的幸福生活里面啊 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老年人的幸福怎么样 老有所养 怎么样 老年人的健康 我看他们都很高兴 健康长寿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家政业呀 这是招养产业 特别是有这个农村的 广大的这种就业需求 对养老护露员从岗田培训 到服务过程控制和追溯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 保证和提升了服务品质 我们马尔康市进老院的话 都是些孤化老人没有子女的 我们相互陪伴 相互温暖这地方吧 我提出一样结合型的医护 职称的一个建议 职称呢 就是已经开始在落实了 由我们江苏开始市运行 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音乐 我们走在那里去 每一段里 就算我都会在那里 我大家也先聊聊 喜欢的诗词分享的活动 我总有一句话 我说你们还需要些什么 一步一个脚印 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走 解释了 28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